在周期登陆NBA之后,他在场上的表现一直都不太近如人意,但是,在2017-2018在记得NBA赛场上的打酱油,也让周期的剑步极为明显。 特别是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比赛当中,明显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进步。 一、周期在NBA的进攻不忍之势,就在周期登陆NBA之后,谁都知道以他这样单薄的身体,在壮汉如林的NBA里很难立足,因此他的第一年NBA生涯主要是以磨练为主,但即便如此,很多人对他的期待值非常高。 然而在2017-18季期间,他的表现的确有点不忍之势。 根据数据显示,周期在2017-18季总共投篮出手32次。 只命中6球,投篮命中率为18.8%,三分球方面总共19投2中。 10.5%的三分球命中率更是糟糕。 虽然周期的出手数非常低,对于一名球员来说难以获得连续的出手机会不容易培养手感。 但是这样的一份糟糕数据也足够说明,他在得分方面的缺陷,哪怕周期本身就不是进攻行球员,只是这样的数据很显然拿不出手。 2.周期在NBA训练效果已全部战线进入到2018年夏天,周期在国家队当中的表现非常备受瞩目。 最危险的就是他的身体状况,从以往的受高型球员,如今开始在各种慢镜头当中,能看到他的肌肉线条。 在身体方面的效果呈现出来之后,更加绝观的感受就是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,来底的统治力更加明显。 除了篮下之外,周期的三分球效果也是越来越好。 在亚运会期间分别对战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当中,周期的三分球总共9次投篮出手,能够命中6球。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66.7%,他已经成为非常优秀的空间型内线球员。 在当录NBA的时候,球他对于周期的评价是三分球能力出色。 在训练期间他的三分球非常稳定,总是让教练员散不绝口。 只是常规在期间他的三分球只有10.5%的命中率。 很明显,他在出手的时候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使心态不够稳定。 而到了亚运会期间,这已经成为周期的一大杀招。 三,周期今年夏天三分球总共23投14中。 事实上周期表现出色的地方并不只是在亚运会上。 在夏季联赛当中,他的三杯球效果就已经得到了非常明显的好转。 夏季联赛三分球总共9投5中,命中率达到了55.6%,已经让人看到了他远头的稳定性。 而在斯坦克维奇杯当中,周期三分球总共5投3中,达到60%的命中率。 外加亚运会9投6中,66.7%的三分球命中率,可以明显看得出来,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一直都在提升。 这说明,在2017到2018赛季当中三分球出手,一直都畏畏缩缩的周期,如今已经开始磨练出自己的进攻自信来。 如今的周期已经是国家队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,而在三分球方面,已经成为他非常有效的杀伤性进攻手段。